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型 2023年8月8日,维吾战争进入第531天 乌军近日不断地使用不对称的战术打击俄方重要目标 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8月4日,他们炸了黑海舰队的登陆舰 8月5日,他们炸了俄罗斯的大型游轮 然后是昨天,也就是8月6日,他们来个双响炮 用风暴阴影连炸了两座连接克里米亚大桥 第一座大桥是琼加尔桥 这是该桥第二次遭到乌军的袭击 目测已无法通车 琼加尔铁路桥也在此前遭到了风暴阴影的袭击 第二座桥梁是亨尼切斯克大桥 该桥连接亨尼切斯克镇与克里米亚东北海岸狭窄的阿拉巴特沙嘴 注意两座桥梁的位置 东克里米亚与大陆的连接线路自此已基本报废 沿线的汽车交通受阻 穿过阿米扬斯克的路线 现在是扎布罗勒通往克里米亚的唯一途径 至少要多行驶200公里 除了两座大桥外 昨日乌军还炸了顿涅茨克石中心一个俄军基地 乌军对纵深的打击目标清晰 有条不紊 自6月反攻以来 南线俄战区的关键桥梁 人员集散地 弹药库频频遭到毁灭性打击 严重的削弱了俄军的战力 这是我对扎布罗勒战役 乌军前景总体乐观的主要原因 尽管他们的推进速度比预期要慢一些 回到正面战场 扎布罗勒东西 俄罗斯军事博主发文称 乌克兰武装部队正从斯塔罗马尔斯克 穿过了默克利亚利河进入乌罗扎伊 激烈战斗正在进行之中 目前乌勒扎伊的俄军 从遭到东西两面的夹击之外 其补给舰也遭到了乌军的火力封锁 如果不是有克里姆林宫的 不准后退的格杀令 可能早就崩了 西线罗伯蒂尼方向 乌军正在向维尔波维进军 那里有俄军在此方向的主防御攻势 从视频来看 乌军昨日向前推进了300到500米 排雷工作仍然是重中之重 乌克兰博主还发布了乌军用火炮 和急速弹药攻击俄军阵地的视频 罗伯蒂尼村本身也正遭遇乌军的进攻 面临后路被断的俄军 开始出现了逃跑现象 结果在村口被乌军炮火消灭 俄军事博主发布了一则有趣的消息 称一名指挥官想出一条妙计 让俄军换上了乌军制服 准备深入敌后作战 被毫不知情的俄军无人机发现后 误以为是乌军 急忙呼叫炮火 将32名炮绝了 然后由于阵地暴露 刚刚立功的俄军炮兵 遭到了乌军精准炮击 造成19人毕命 据说当初下达命令的指挥官 见识不妙直接开溜了 现在俄军上下正在全力找他 巴姆特方向 乌军仍在南以三村肃清惨敌 增援过来的卡特罗夫的抖音部队 疑似已经丢掉战旗跑路了 乌军喜货俄罗斯兄弟的军援 总体来看 如果俄罗斯人不大规模的增援 乌军官宣光复南以三村的日期应该不远了 东北战线 俄罗斯声称已占领了斯瓦托夫附近的 新塞里夫斯克 但我没有看到视觉上的证据 反倒有多个消息员证实 乌军在斯瓦托夫方向成功反推 打出一个突出步 有俄军坦克在战斗中被摧毁赫尔松方向 经过几天的封锁后 终于有消息传出 乌克兰军队正在安东尼夫斯基大桥 桥头堡的兵力已经大增 此外有视频证据表明他们已经成功在奥列斯基 以西的康卡河岸扩大了桥头堡 与此同时俄罗斯军事博主罗曼诺夫 证实了乌军已经出现在奥列斯基以东 再来看看其他方面消息 据法新社报道 沙特阿拉伯主办的针对俄乌战争的会谈 在42个代表团历经数小时发言和冗长的闭门讨论之后落幕了 据称各方已就关键要点达成共识 即尊重乌克兰领土完整和主权 应成为任何和平解决方案的核心 对乌克兰人说这是一次重要的外交胜利 他同时也表明虽然各国利益不同 但对于国际秩序的尊重仍然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当今时代推行外交的最第一原则 值得一起的是 巴黎预计关于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下一次磋商 将在大约一个月后的9月9日至10日在印度举行的J20峰会之前举行 该会议将同样不邀请俄罗斯参加 梅德维杰夫对沙特峰会的缺席审判严重不满 并再次放出了狠话 乌克兰在1991年之前并不存在 而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 目前不需要谈判 敌人必须跪地求饶 梅什地这样拿历史说事 是不是准备把远东的500多万平方公里交出去了 昨天是乌克兰空军日 泽连斯基在总司令扎如日内的陪同下视察空军基地 并在扎胖的指导下学习飞机价值技术 他还在法国捐赠的SCALP导弹上签名 后者射程可达290公里 是马克龙在北约峰会上宣布移交的 前总统波罗申科受邀参加前线的音乐会 大波罗除了当初亲自扛枪参加基辅保卫战之外 还频频到前线慰问官兵并为乌军募捐 再一个乌军进攻部队拍摄到一辆疑似因触雷导致履带受损 而被抛弃的俄军T-55坦克 看起来俄军临时给他家中的反攻顶隔山起了作用 卡住了一枚火箭弹战斗部 8月6日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协调员约翰·科比称 俄罗斯联邦希望从朝鲜购买炮弹 科比还表示美国将继续努力发现 并阻止俄罗斯与朝鲜或其他国家达成这一协议 与此同时克里米宁公的这一举动也表明了他们的绝望 迈阿密警察局将其没收的101支枪支和14.8万发弹药 捐赠给了乌克兰 8月6日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纽约时报说 我们的总统选举并不完全是民主制度 而是昂贵的官僚制度 普京明年将以超过90%的得票率再次当选 注意啊 这并不是一条假消息 乌总参公布的昨日战果 英国国防部表示 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期间 2022年部署到乌克兰的3万名俄军空降兵中 至少有50%已经死亡或受伤 截至昨日俄军检员已达249700人 除了仇恨死亡和毁灭之外 这场战争并不能给普通的俄罗斯带来任何别的东西啊 这让我想起了作为人类小说史 电影史上关于战争的巅峰之作 《西线无战事》 其原著小说出自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并富商的德国作家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 他以独特的视角从一战中最底层的人物出发 深刻的揭露战争的丑恶与规律 最后我想以《西线无战事》中的一段话 结束今天的战报 我们会在一声令下之后把他们当成敌人 又可能以一声令下而与他们结为朋友 那些人轻轻地拿笔在桌上写了几行字 就让我们过去所认为的世人不齿的卑鄙的手段 成为了新的追求方式 历史从不重复自己 但它会押运 俄罗斯倒了 世界格局将更有利于人类建设文明社会 而更不利于反文明的流氓国家 按刘宇的说法 俄罗斯的转型不但失败了 而且失败得非常经典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俄罗斯的民主转型失败 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的 暂时的失败 而是代表了一种类型 这种类型被很多人称为不自由的民主 而俄罗斯的倒下也会给更多拥抱文明 如哈萨克斯坦等国家提供更有益的经验教训 这种类型的经验教训 这种类型的经验教训